人物赤数韩国双打新兴徐承载责任和压力让我不断前行。 作为一个成熟有延续性的球队,韩国国家与球队在双打项目中一直有助优良的传统。 今年,在如帅江金珍的带领下,韩国队的双打新生势力逐渐展露头角。 无论是女双望金游的李绍兮,往前一时留得深声赞,腼腆的跑男催绿龟还是素质全面的徐承载,都很好地诠释了攻防一体和基本攻扎实的韩国双打招牌。 其中有以徐承载为外界广泛看好。 徐承载给人第一感觉时候身体素质好,匀趁结实,跑动上也具备很高的到位率,能攻能防。 能力和意识全面,男双、混双都可以补位,可以算是韩国双打新生莉莉的佼佼者。 2017年苏杯随队参战,让20岁他获得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。 在考虑男双和混双的奸向方面时,徐承载表示喜欢男双快节奏的连续攻防,也喜欢混双,因为与女的搭档合作,战略不一样,考虑的也多。 男双混双都有不一样的魅力,所以都很喜欢。 而且也一把增强体力纳入训练计划,以适应比赛中间向的需要。 混双方面,外界普遍看好学承载金和娜的老袋新组合。 金和娜有助丰富的大赛经验,而许承载攻击力强,跑动面积大,能很好地补充金和娜对抗部族的弱点,在节奏上他们两个人也比较接近,被认为是金和娜在高层选之后最理想的搭档。 跟金和娜搭配其实是有一些负担的,毕竟他是一名世界一流的选手。 谈及自己的搭档金和娜时,小伙儿眼神中流露住尊崇能够跟他搭档,我觉得非常荣幸,也非常感谢。 同时也希望在与前辈金和娜的合作中学习更多。 他金和娜有丰富的赛场经验,在球场上针对每个不一样的状况,他都会给我对应的指教,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非常多。 澳洲比赛开始,徐承载与蔡佑丁进行双左搭配,在赛事中磨练队员的双打细节,这也是韩国教练组做出的一个新的尝试。 作为韩国队重点培养的新人,比赛中徐承载与背负住巨大的压力,责任也有荣誉。 一想到我是代表国家队来打球的,就好像每场赛都带住这样的自豪感来参加比赛。 这是责任,也是压力。他们让我不断前行。 谈及未来的赛事及面对的挑战时,徐承载希望承担自己的角色,希望尽心尽力参加比赛并取得好成绩。 面对高水平对手,也很自信遇到的话我尽心竭力对他们,最终总会赢他们的。 徐承载对中国印象很好,表示最想去中国风景优美的杭州玩尝试口味清淡的中餐。